五湖乱世 强大的前秦短暂地统一了北方 使华夏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 然而随着肥水之战的失利 强大的前秦帝国又迅速土崩瓦解 华夏大帝又一次陷入混乱 显卑族在拓拔归的领导下趁机重立代国 而后又改国号位迅速崛起 再次统一北方 与南方形成百余年的对峙局面 史称南朝北朝 此后南朝与北朝之间 就一直发生着大小规模摩擦 欲将另一方吞并 天间五年 北魏中山王元英出战 率领号称百万之师 欲对南梁发起总攻 然而却因中离城而停滞不前 随后双方便在此处爆发了大战 史称中离之战 绍阳之战 这场战役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精彩 其中有窃将 有勇将 亦有一亿孤行者 有地利 有人和 亦有天公神助者 其对双方的影响也非同寻烦 以至于让宾离灭亡的国家 因此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 自北魏统一北方后 北魏统治者为巩固国内统治 加快了各民族的融合与汉化进程 孝文帝变法后 使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 然而 北魏的政治励志 却在孝文帝后期开始腐败 又因连年对南朝发动战事 人民不堪重负 彼时 北魏不堪重负的百姓 或占山为王 或依附于豪强 又或者剔度出家 而其民便又多为僧侣所起 国内一片混乱 此时 南朝刚刚从南齐朝 过渡为南梁朝 萧衍称帝视为梁武帝 齐称帝后 勤俭节约 大概东进齐朝时的风气 使得南方风气 经济有所好转 萧衍以北朝民生哀怨 南朝经济相对副组委判断 认为此时正是攻打北朝的绝佳时期 遂于天坚四年十月 命自己的弟弟林川王萧红 担任都督北伐朱军事 后又命尚书又蒲叶 柳潭为副指挥 率大军进朱落口 彼时 北魏刚刚平定那段 得知消息后 立刻让子前征伐南齐立功的 中山王元英都军引战 战事初期 双方顺着长江沿岸开战 东启青州 徐州 西达河南 以东部战事最为激烈 此次战役 与历史上的各类战役皆有所不同 由于南北朝时期国制腐败 双方兵力一直处于虚弱再虚弱的状态 导致了尽管此时 南梁状态稍好于北魏 但还是打得有来有回 先是江州刺史王茂 将兵数万 亲为荆州卫国 后 被杨大眼拔成武座 后 又有伟睿 巧妙引导肥水 水攻合肥 使北魏将士 望而升位 称其为为虎 而后 杨大眼也不甘示弱 又重挫梁军 斩杀了南梁一员大将 一番交战下来 双方有得有失 可谓旗鼓相当 不过北魏为了弥补损失 又从北方六州又临时 蒸发了十万人投入战场 使北魏的军事更加壮大 彼时 北魏军队 已经到了梁城下 然而南梁的主帅萧红 却因生性怯懦而不敢出战 在城中按兵不动 北魏见南梁没有行动 于是也按兵不动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起来 据史料记载 彼时 南梁的器械 相较于北方而言 可谓精心 其军容之上 让北魏将士接探 百数十年所未有之 一切按照梁武帝的计划进行的话 南梁是必胜北魏军队的 然而历史战争 却已经向我们证明 一切计划都不如变化 来得极致又快 皇帝亲征 自然是能够带动全军士气的 但前提却是辱帅 带头勇猛杀敌的情况下 而萧红在听闻原英 要攻梁城后 却直接吓破了胆 据资质通箭所在 魏昭行鸾引兵渡怀 与中山王英 合攻梁城 红文之 据昭诸将 易宣师 此次商议后 军中便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萧红为首的 必战派 一派是以柳潭为首的 主战派 因为军中争讨不止 虽一直停军不前 魏军听闻此事 虽给梁军留下女子的头饰 和头巾且歌之约 不为萧娘与吕母 但为合肥有为虎 用勇猛的韦瑞与萧红 和吕僧珍做对比 来羞辱梁军 梁军将士欲出城攻打魏军 但是却被下了死令 人 马 有前行者 接斩 于是 只得自怀愤恨不解 此情此情 好比于三国时 诸葛亮 于阵前羞辱 司马懿一般 然而不同的是 梁军没有死守城池 反倒是溃散成空 据史书记载 一日夜落口暴雨 军中将士惊奇哗然 凌川王洪 以为北魏夜袭 遂帅树旗奔逃 后梁的将士们 发现主帅不见了 以散甲而归 丢弃的武器防具 填满了河流 被抛下的病牢 以及因逃跑被裁死的人 总计五万余 而据《资质通鉴》的记载可知 当时南梁军百万人 只因主帅溃逃 就化为了残杀 可见南梁虽经济富饶于北魏 但其军事实力实为衰弱 而另一边 欲战欲勇的韦瑞 也不得不因此撤军 北魏士气因此大升 连克多城 南梁国势岌岌可悲 南梁军因为主帅逃跑 不攻自散 北魏军看准时机 一路南进 绵延四十多城 一时打到南梁 马头城与天眼中离 仅有一城之隔 其城中 被梁军丢下的梁草 被北魏稀疏运走 南梁将士见到北魏撤梁 皆以为北魏 不会再向南方进军了 梁武帝却说 并不是表面这样 他们一定会进攻的 这是他们用来迷惑我们的计谋 于是便下令 让中离的守城将士 加强防守 后又让昌一支 做好守城的准备 不出梁武帝所料 同年十月 袁英果真 为攻中离 为宣武帝 袁克下诏 让行鸾出军 与袁英会合 一道攻下中离 然而行鸾却上书表示 南朝军队 虽然在野战战力疲弱 但其首起成来 将士皆为猛将 如今 攻打中离的话 肯定得不偿失 如今将士们 刚刚打完仗 十分疲惫 不如先让军队休息 择日绕路而行 况且 就算现在打了下来 我们的不计也到不了 又怎么守城呢 而后 宣武帝袁克又下诏 命行鸾带兵 行鸾再次拒绝了 于是 袁克只得将行鸾撤回 更命镇东将军 萧宝银 与袁英 同为中离 彼时 杨大言也已经来到了 中离城下 两军会合后 组成了十万余人的 北魏军队 然而此时 中离城中 只有梁军兵民三千 双方兵力十分悬殊 大战一触即发 战事初期 由于中离城 北林淮水 不力进攻 北魏便在淮水中的 绍阳州两岸 搭起了一座 跨河长桥 树立了百步长的栅栏 此后 袁英便在南岸 驻军工程 杨大言则驻军北岸 负责粮运补给 镇东将军 萧宝银 则负责保证 桥梁安全 史书记载 中离城内 军民总记才三千人 由号称冠军将军的 昌义之所统领 因敌众己寡 罪灵活与敌 随即应变 起初 魏军因连克数十城 气焰旺盛 昌义之认为 其锋芒正盛 不亦赢之 罪以坚程死守 魏军用车载土 以填塞护城河 让将士背着土 跟在车后面 又派骑兵 跟在后面 因其气焰正盛 急于攻城 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撤回 就被后面的人 用土埋住了 没过多久 护城河便被运来的土壤 和魏军的尸体所填满 这之后 袁英又派人用冲车 撞城墙 冲车所及城墙接他 而昌义之 便在城墙后面 率领军民将城墙捕上 以至于冲车虽然进了城里 但城墙 依然没有被毁 与此同时 魏军也使用着云梯攻城 没有魏军爬上城墙 昌义之便与将士用弓箭 将其射落 再有上者亦辐射 北魏的将士 不分昼夜轮班攻城 从城墙上掉下来 就又爬上去 没有人后退 一天下来 两军交战了十几个回合 前前后后死伤者上万人 此时堆积的 几乎和城墙一般高 战况逐渐趋于胶着 天间六年二月 宣武帝袁克召回袁英 袁英上表文帝 称自己一定可以攻下 中离城 怨武帝 多给些时间 袁克认为 中离是注定要攻下来的 只不过内力气候潮湿 不是和北方军队持续作战 征战时间太久 兵力疲惫 恐会被梁军钻了空子 然而 袁英还是上表说 一定会攻克中离 魏王只好听信袁英 而后又遣步兵校尉范少 与袁英商讨 如何攻打中离 范少见中离城间 便劝袁英归还 然而 袁英却自持此前 数战数胜 不肯退军 殊不知 古往今来 自有交兵必败一说 另一方面 后梁也对中离城 发出了援军 早在袁英等 北魏将领攻打中离前 梁武帝就派遣了 右卫将军 曹景宗 都赌诸军20万 以救中离 彼时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停在道仁州 等待各路军队一同前进 曹景宗执意请求兼占据少阳周围 梁武帝不许 曹景宗便伪照前进 恰逢大雪 这才逼景宗回到道仁州 等待其他队伍 后来梁武帝又派遣玉州刺史尾锐率兵救援 并授以一把龙形还刀 可战军中为令将士 尾锐出兵后 从合肥而过阴陵大则碰到山剑峡谷 便立刻驻桥渡过 不敢丝毫怠慢 史书记载 韦瑞是一个十分廉洁 勇猛之人 在围救中离的行动中 众将士皆因害怕 劝韦瑞慢点行军 韦瑞却说 中离现在已经危急的 挖洞居住 背着门板去打水了 驾着车急忙赶去 还怕来不及 何况缓进呢 众将士也因此不好拖沓 日夜奔赴 仅用十天就到达了少阳 韦瑞到达后 曹景宗十分恭敬地 迎接了韦瑞军的将士 两军一片和睦 没有因为行动 发生半点争吵 韦瑞军随即便在 景宗营前二十多里处 连夜挖掘长壕 扎上鹿角 把河州截断 形成城防 结果天刚亮 袁英就发现 自己的城前百余部处 多了一座营站 袁英大京 以仗基地约 是河神也 而韦瑞行动时 曹景宗也没有闲下来 他怕钟离城中将士 一直苦手失去信心 并遣善水者 从河底潜入城中 将援军的信息 告诉了守城军民 因而士气大增 钟离之战的天秤 逐渐从胶着 倒向了南梁一方 见到南梁派遣了援军 北魏将领自然 也没有坐以待毙 魏将杨大眼 率万余齐来战 一路上永贯三军 所向披靡 很快就包围了 韦瑞的部队 韦瑞命令部下 将战车连接成阵型 用两千把强弩 同时射箭 射伤了许多北魏士兵 杨大眼也因此 被射中右臂 匆忙逃去 一日 袁英也亲自率兵来战 与韦瑞交战了几个回合 最终 也以失败告终 关于袁英 与韦瑞的交战史料 并无详细记载 但二人作为 两军中出名的汉将 其激烈程度也可想而知 当日夜里 魏军趁夜色偷袭梁军 见识如雨点般袭来 韦瑞不必留屎 在城上大声呵斥慌乱的将士 稳定了军心 成功抵御了北魏的骚扰 另一边 为了保证粮草运输 曹景宗招募了一千多位勇士 在杨大眼的堡垒 南面集里的地方 修建了城堡 以保护墓人收割粮草 免遭北魏骚扰 而这座城 也因守将赵草 得名赵草成 在古代兵家常言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赵草成的修建 不仅为南梁的军队 提供了粮草的保障 同时也间接切断了 魏军的补给通道 虽然中离之战中 在赵草成并未发生 大规模战役 但其对战役的意义 仍旧十分重大 时至天间六年三月 两军仍未在中离分出胜负 梁武帝命草景宗 韦瑞等人制作了高大的舰船 使其与北魏修建的桥一样高 打算火攻魏军 烧毁魏桥 以解中离之围 时恰逢淮水 暴涨七尺之鱼 天势已到 韦瑞当机立断 命战舰齐发 逼近魏军迎战 后又用小船栽草 上火浇游 引船至魏军桥旁 将其引燃 一时间 魏军迎前 烟尘蔽日 火光冲天 魏军乱作一团 梁军趁势将魏军的防御攻势 尽数拆毁 将士们一呼百应 颇有 以一敌百之姿 原因 杨大银等将 见渡桥被毁 便继承而逃 北魏各营雷 也相继土崩瓦解 北魏将士 争先将兵器盔甲 丢进水中逃跑 死伤者十多万 被斩首的人 也有十多万 韦瑞立即派人 去通知昌义之战国 昌义之得到消息后 悲喜焦急 不能答复 只是一直感叹 死而复生 死而复生啊 之后 梁军一直向北 追杀魏军到淮水边上 只有原因 幸得申免 终离一役 南梁歼灭北魏军队几十万 仅俘虏就有五万人之多 从北魏夺回 缴获的粮草器械堆积成山 以至于 梁武帝派来劳军的 忠树狼周守舍 见到缴获的物资斗惊叹 将军缴获的 真和雄耳山 一样高了 班师后 南梁将领皆因公 悉数加绝 北魏将领 袁英 杨大眼 萧宝银等人 皆因而被贬官罢处 杨大眼被流放冲军 袁英 萧宝银被贬为平民 直到北魏再次用兵 三人才得以重新起用 中离之战 是北魏 对南朝所有军事行动中 挫败最大 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同时也是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战士之一 其损害北魏国力巨慎 此后北魏民变加剧 加速了国家体系的崩溃 对于南朝而言 其为南北交战以来 南朝所未有之一大劫 因为北伐失误 而濒临灭亡的南梁 因此死而复生 同时也使得淮南形势得以稳定 国家续命几十年 反观中离之战 南梁趁势讨伐北魏 虽然有考虑北魏动乱的因素 但却没有仔细规划战士 以至于选了窃将出战 惊功溃亡 百万大军不战而散 把国家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实为犯了兵家 不战慎战之计 后卫将袁英 也因数战数胜 犯了骄兵之计 不顾旁人劝说 却打一场 必定损失重大的仗 以至于原本大胜的北魏 又被南梁扳回一胜 实不应当 只不过此后 梁武帝此胜后 却始终不放弃北伐的念头 连年用兵而削弱国力 为日后霍乱留下了原因